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特殊能力的灵界翻译据说可以直接跟神灵沟通 把他们的意思传达给在阳世间的人们 真的这么神奇吗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这一段画面 画面中这个女生她叫做潘敏杰 穿梭各大庙语做所谓的灵界翻译 不过很特别的是她在退休之前 她是书记官 高知识分子怎么会踏入神学领域呢 得以从她小时候说起 位于台南市的东月殿 供奉着人圣大地 据说她执掌人间赏罚与生死大事 许多信徒都会来找大地解因果 所以这里香火异象鼎盛 善男心女落意不绝 人群中有个身影特别引人瞩目 闭上眼睛 嘴巴念念有词 不拿香 也不烧精纸 这名女性参拜神明的方式很不一样 能听到神明的讯事真的吗 这名女士叫潘敏捷 又被称为领界翻译官 因为她说自己能听得到 也看得到神灵 所以不少有需求的人 都会来找她帮忙 一往上帝讲的话 就像我们讲的话一样 一往上帝讲一句 我就帮他们念一句 说一往上帝开始的 他念的是什么 我就一字不落念出来 就是明示见就是说 是你可以直接看到他吗 当然啊 我没有看到 我怎么可以一字不落 帮他做欢迎 师父专注诵经 桌上摆着鲜花素果 这是一场明昏仪式 家属希望潘敏捷 帮他们听听往生者 想说什么 一字一句转达心声 潘敏捷非常谨慎 通常使者在讲话 我是闭着眼睛 一字一字地念出来 至于你们讲什么 我根本都连听都没有在听 使者跟我讲的话 全省贯注 我的便利是跟他的便利是通的 这些神秘科疑 外人看来不可思议 却是潘敏捷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跟王者神明打交道 就像是家常便饭 但临界翻译这份工作可不轻松 阴阳有备嘛 他们是属于阴 我们是属于羊嘛 所以真的会很累 耗掉你的精气神很多 大部分的话 我会回去就是说 自己走路 或者是骑脚踏车 让自己的身体 再重新调一下 或者回去的话 我会喝一杯温茶 听来非比寻常的工作 潘敏捷从事了三十多年 但毕竟玄学领域不信者很不信 他却看得很开 我不会很在意 因为我那种事情是经得起考验的 如果说家属有亲自来听的话 是不会质疑的 自己外人怎么质疑 我根本都不在意 因为他不是当事者 因为当事者最清楚 我的翻译对还是不对 这个才是最重要 潘敏捷的自信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据说 他帮了很多往生者家属达成心愿 甚至还协助侦破重大刑案 2003年夏天 台南新花一对母子沉湿屋内 死状无比凄惨 警方表示 35岁的陈美丽和7岁大的儿子 都沉湿在三楼 陈美丽双手遭到反绑 死在浴室里 儿子则是被吊死在衣橱里 根据警方调查 女死者曾和丈夫在新花经营网咖 但私生活很单纯 是谁这么狠 会对他和儿子不利 就是没有线索 我是在新花中 所有的少年人在网咖的少年人 包括这些有科学的 甚至这些中博 大家都要 新的这些中博都要 请来 请来做这个DNA 还请同意书 有的都已经心情都不够了 所以美丽被吊死这张鱼 其实整个新花经营都要够了 我有听警察记得说 总统带来这个岩 反正这个岩总统 都花了六千万 花了六千万 花了到警察说没钱了 春朴的乡下发生双十命案 警方气凶还遇到了瓶颈 地方上早就人心惶惶 更别说新花还出现这个异象 没办法做好 没办法不够囤囤的 我们就给他知道了 知道那是说奇怪的 怎么都不够了 现在我也是最轻的 我也是眼睛炒也都没办法 你没办法都没办法 都没办法炒你没办法 吃完都放在这里 所以他在这里 他在这里不够了 这一般的就什么问题了 民族说法让警方的压力更大了 偏偏案情没有进展 死者丈夫只好联络上潘敏捷 那一天他们相约在 台南市的南沙公 这里拜的是包袱沉睡 并肩信仰包青天 明察秋毫 死者丈夫期盼神明做主 让枉死的七小成冤得雪 他就后来开始说 死者陈美丽死得很不迷路 包公给我的画面 说陈美丽就是说 内心很痛苦 就像以往的经验一样 潘敏捷全神贯注 当起人 鬼神 三方之间的沟通桥梁 却没想到那一次出任务 令他永生难忘 我看到陈美丽的画面是 很痛苦 一直哭泣 一直哭泣说 我能我自己最宝贝的儿子 我最爱的儿子 为什么我都保护不了 身为四个孩子的妈 对于死者的内疚 潘敏捷很能感同身受 但毕竟翻译是他的工作 不能有半点翻新 于是他收拾心情 全神贯注 这时候他在包袱千岁神像前 看见了一模生意 这个人是谁 潘敏捷并不认识 但是当他把看到的影像 转述给死者丈夫听时 对 就是这样很激动 好像哭出来又不敢哭出来 为什么如此激动 莫非潘敏捷看到了男子 死者丈夫认识 正经社会的母子双十命案 终于破案 新凶的歹徒面对大家的指责 不发抑郁 谁能想到他近人就是和死者 熟悉的网咖店常客 就连被杀害的男童 都还常帮这位叔叔买便当 凶险过去是网咖的常客 那后来也有在店里面帮忙 所以跟死者的这个先生 跟死者 甚至于这个小孩子都很熟 杀害母子俩的凶手 就是他 刘华坤 确实和潘敏捷看到的男子神似 让警方不得不佩服 他协助破案的本事 而且说也奇怪 当凶手落网后没多久 母子俩焚头上了草 竟然长出来了 仿佛死者心中的怨 也跟着烟消云散 那些如果说有感到一点安慰的 就是说希望我做的往生欢迎 对家属是有帮助的 看待事情总是能将心比心 是因为潘敏捷的本业就是书记官 或许人们对不公堂的恩怨看多了 他总是很有同理心 明明知道他有结束 有会被溺毙了 会被车祸了 所以我很技巧地跟人家讲说 哎呀 默然啊 你要特别注意呢 就是说 如果要去游泳的时候 要小心他 最好什么时候不要去游泳 因为我们就是用善的跟你提醒 自己你不相不相信那是你的事情 能和鬼神沟通 潘敏捷说是从小就发现的特殊能力 他热爱帮助别人 和自己的政治工作一点都不冲突 不过潘敏捷也知道 两种身份的不同 总是会惹来闲言闲语 于是他很低调 也没让同事知道 他下班之后还身兼临界翻译官 如果上班时间 我不会从事这种私行为 要公私分明 上班归上班 一切低调就怕特殊身份 被拿来做文章 偏偏再怎么小心 还是被同事给发现了 家属也明白跟我讲说破案了 他要我说顺便去感染一下 我就是早上上班之前 陈毅跟他聊一遍 就是这么单纯 潘敏捷去聊一遍致力 却被镜头捕捉到他的身影 潘敏捷想都没想到 人才刚回地检署 孙岩酸雨就来了 坚持问心无愧 不必多言 潘敏捷就是这样的特立独行 随着他从法院退休 潘敏捷相信会有更多时间 帮助更多需要阴阳沟通的 补助人们 台湾大战基 不通宜没记 各位好 我是居相 我是雨昕 台湾大战基 长期以来为大家搜罗全台湾的重案 还有那些难以理解 不可思议的奇人奇事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YouTube会员 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你在加入会员之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专属的徽章 就可以跟着我们来看全台湾 更多非常离奇的社会案件咯 臺灣董 您的家庭是給我們 最值得鼓勵跟支持 五湯八月經 趕快動手加入我們的會員吧 這個數字你先記好了 1012 當時住在1012號房的情侶 這個男生意外的 撞上摩斯丁身亡 後來死者的女朋友 他陸陸續續打了好多通的電話 給承辦的刑警高仁和 他說他夢到他的男朋友 其實是被人推下樓的 而且對方還要鎖兩條命啊 這是因為驚嚇而做的夢而已吧 當下高仁和安慰他 要他好好休息別想太多 沒想到兩年之後 在10月12號這一天 一起無名師案件勾起了巧合 宣得離奇 民國83年民風淳樸 而當時的內湖不如現在熱鬧 也還沒有這麼多的大樓 這一個案子發生在民國83年 我剛去內湖區報到一年左右 我們的轄區在基隆河附近 那邊屬於比較郊區 他就少了 退休資深刑警高仁和回憶 以前旅客遊玩要找地方休息 以賓館還有旅館居多 那樣的年代比較少汽車旅館 不過當時在內湖有少數的幾家 汽車旅館 但這天誰也料想不到 警方接獲一通報案電話 是充滿詭異巧合 毛骨悚然的開端 那有一天一個中午大約在11點左右 一家汽車旅館的 那個旅館裡面的服務人員打電話 報案說他們有一個旅客 就是住宿的客戶 一男一女 一對情侶來住宿 到了要退房的時候意外發生 一樓梯車 在從二樓要走回旋樓梯下來的時候 女生在後面男生在前面 他要退房的時候 那個男生不小心滑倒 天哪 竟然就在下樓要走回轉梯時跌落下來 走在後頭的女朋友真的嚇壞了 當時做的回旋樓是比較簡陋 是用四方形的鐵 一支一支的鐵柱 地面上一根鐵柱子的鐵條剛好掉了 突出的一根螺絲釘 他的男朋友跌落下來 直接撞上 他的樓梯鎖在下面的是一個螺絲 鎖在一個鐵棍 那地上就突出了一個 大約三到五公分的一個螺絲釘 那個男生不騙不語 所以頭就打到那個螺絲釘 男子當場抽搐 警方獲報之後第一時間來到現場 還有消防救護人員也趕來了 那我們到現場的時候 消防救護人員大家也傻了 不曉得該怎麼處理 因為你要從地底下鋸那個螺絲釘 沒辦法鋸 那你要硬抬上來 又把他直接腦部受傷害 但是也不能在那邊一直拖太久 那個男生的眼睛才咕嚕咕嚕看著你 這樣蹦蹦蹦蹦蹦 那消防人員救護人員 他就決定要把他抬起來 那抬起來那一山啊 就聽了一聲 那地上就噴滿了紅色跟白色的腦槍 此時此刻只能趕緊把他送到醫院 當時就自己送醫送到通宵醫院 那到院前他就忘了 所以變成一個命案 那個房間號碼是1012 1012這個數字先記好了 我們要拍攝現場的照片 還有拍攝現場的裡面的陳列物 還有拍攝現場的門牌 提供給市立地方法院檢察署 保證檢察官率法醫到現場 因為早期的照相機是比較簡陋 不是像現在的數位相機 和手機主要公典 就是很簡單的傻瓜相機 還有那種排力的就是一台機器 拍下去就跑一張照片出來的那種 在現場拍照彩色 疫情命案的發生 原因當然要追 還給死者一個公道 我就拍了他的現場 然後樓梯二樓 那二樓拍完之後 因為門進去就是一張很大的原床 就是一張床 那拍完之後 我要趕快先回行事組 先把照片貼起來 準備要寫出目的報警檢察官 拍攝現場照片 再整理資料報警檢察官 這是在也平常不過的警方日常 不過這回卻不太尋常 可是我要貼好照片的時候 送給我們的當時的組長 他說這張照片不行 因為我們現場裡面 不要把人拍進去 那我們在二樓時候拍到那個照片 就有一個穿藍裙子 白色的衣服的一個 中年的婦女 怪了怎麼會有人站在現場 這照片當然不能用 再回到發生命案的汽車旅館 重新拍攝一次 當然也得提醒 交代房屋阿姨 千萬不要影響蒐正 我就跟那個現場的工作人員 還有那些阿姨說 說等一下上去樓上拍照 你不要上來 那現場你們不要再進去 突然阿姨就說 我怕你 怕死啊 誰啊 我們沒人趕上去 那我說那都是誰 他們 你看我 我看你 他說我們裡面沒有這個人 所以那張也很怪 那張到底是 毛骨悚然 房屋阿姨沒有進去 那會是誰站在現場 得不到答案成為無解之謎 不過案子還是得繼續追查 死者的女朋友也到派出所做筆錄 協助警方釐清案情 他說他前一個晚上 他跟他男朋友在那邊住宿 然後可能電到追訪的時候 跟男朋友不小心滑倒 男生有沒有吸毒 或者是扶持其他的藥物 還是有喝酒 或者是被人家從上面 拖下去謀害 有沒有命令可能 當然這些中共派出之後 就是把他意外另外結案 案子辦到這兒 或許真的是場意外吧 當時我把他做完筆錄 就是有他家裡的電話號碼 那我把我一張明信給他 他說如果後續有需要你協助 再了解這些案情 可能再麻煩你 告一段落 但沒想到隔了幾天 當時在辦公室接到了這樣的電話 辦公室接到一通電話 他就直接跟我講 高先生 高先生 我這幾天一直做夢 他說他夢到他的男朋友 跟他講說他是被推下去的 我說你可能是看到了害怕 所以緊張 應該是屬意外 你不用想太多 我說你就不要在公室來講 或許是失去男朋友太過難過 也或許是太思念而出現的夢境 警方能做的 就是安慰電話另一頭的人 但沒想到事情 竟然還沒晚 過了沒多久 大約又一個多禮拜兩個禮拜 他又打電話來 他說每天做夢 夢到一個女的 他要兩條人魚 我說你可能是精神壓力大 都說起 一連串的夢境 竟然每天都出現 繼續安撫這名受到驚嚇的女子 警方沒什麼把這件事情 放在心上 不過兩年後 這個時候已經不在內湖 調到文山二分局了 但這天一通電話 搭了進來 八十五年的時候 有一天我在巡謀 我都接到一個好朋友的電話 當歸你應該聽過 他都跟我講 大弟 你在做什麼 我說熊班那種 處理一件 一個不知名的事情 他說身上有一張你的名片 我說你胡說八道 我說你要你在哪裡 我開車過去 這有可能嗎 一句無名詩 身上竟然有 刑警高人盒的名片 會是自己認識的人 還是這只是巧合 第一直覺 趕緊開車過去 那我一到現場就看到 一顆球 總得像一顆球一樣 那看到那個名片你給我 我看 我馬上認認住了 因為我那個名片 後面有寫我的護照區號碼 那這一年多 我也只有給一個人 就是給那一個女生 所以我就看那一模式 怎麼樣也不像是 那女生瘦瘦小小的 怎麼也沒辦法聯想起來 在眼前的這句無名詩 到底是誰 不過看到自己的名片 回想起來了 這是兩年前 在汽車旅館發生的命案 死者的女朋友啊 當時留下一張自己的名片 還寫下呼叫氣號碼 當時我有留他家的電話 嘉義就聯絡 聯絡到他父親 果然說他這一段時間 都用精神科 精神不是不正常 那也失蹤很多電影 那就找到他的家屬了 打電話過去確認 原來過世的 就是當時死者的女朋友 如今兩年過去了 這一切來得這麼的巧 但你還記得 命案發生的房號 是1012號房嗎 難以解釋的1012 這詭異巧合 實在令人毛骨悚然 也讓良情命案 充滿科學上 無法解釋的現象 台灣大事 不可以報告 死亡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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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真的可以預知嗎 接下來這個故事 我們要帶您到台南 這是一起 非常離奇的死亡事件 88歲的老婦人 她叫做紅塵金枝 有一天她跟家人說 她在夢中去了一趟地府 還從地府的生死簿上面 她看到自己的名字了 這到底是真是假 其實一開始 家人根本不當一回事 不過接下來 時間來到5天之後 這個老婦人離奇失蹤了 等到家人找到她的時候 老婦人沉濕的地點 竟然是在已故丈夫墳地的旁邊 但是真的太奇怪了 明明這個地方 大家找過好多次 怎麼一開始 都沒有人發現呢 還有更吊詭的 老太太身上穿的衣服 竟然是入面服裝 最多人跟我們老婦人說 就紅瓶金枝 她就住在我們家裡 平常是她 非常驚訝 她去拜拜 補兵讓我們早上的找到她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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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村長洪融河向神明寶貝 請求指點 失蹤老婦人 紅塵金枝的下落 隔天村民 就在紅塵金枝丈夫 墳墓旁邊的草叢裡 發現了老婦人的遺體 身上穿著台灣民間習俗當中 陸戀的服裝 老婦人 正前老婦人沒有年齡 老婦人沒有年齡 老婦人沒有放棄了 一年齡 八十八歲的黃黃金枝 住在台南龍騎鄉的南坑村 他家隔壁就是監廟 村民經常來廟裡頭 燒香祈福 紅塵禁止 總是免費的提供茶水 是一個樂善好施的老太太 這個人怎麼樣 很好 這個人 這個人 真的好 他一般就自己家人無聊 對 如果我來這裡 很好 很好 我們要他做法就對了 我們在燒金 就去我們島 我們震度去燒香 很好 他要讓他來這裡 這麼多人說話 很好 這麼親切 紅老太太有個親戚 叫做黃桃 住在附近 幾乎每天都會過來 串串門子 聊聊天 在生活上彼此有個照應 好讓紅老太太的兒女們 可以安心的在外面工作 2009年10月7號這一天 兩人聊著聊著 紅塵禁止突然對黃桃說 他夢到了 有人帶他去遊地府 還親眼看到了聖子部 他平常常我很單純 我告訴你 他本來他的事實 要把他接到台南大 去住兩天 他那個不適應 老人家來不適應 回家這裡燒魚更好 他怎麼運動 這樣啦 他的事實也是對他很友好 什麼事實 我們有回家在探訪這樣 我中間還請他煮飯給他吃 他才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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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三人人家帶他去 那裡有黑暗 沒有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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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一刀一刀 一刀一刀 一刀 都在這裡 一刀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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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有感到事實 他這個人有感情 把這個主務員得更沒力 但是他本身心底全容 所以說這樣 他沒什麼公公為俺 沒什麼大大小的特性 不然他心底不錯 他沒有去為負責 所以說這樣 有時候覺得無憾解 就是說包括土地公 包括太子雅 或是什麼 他們有時候就覺得 這個人身體不錯 所以有時候讓他去了解 這個地府的情況進行 所以他去地府回來後 他有了解 他看到他的生命事 他生死部裡面 有多久的時間 所以他了解之後 這個人心肝不會恐慌 當時黃桃聽了根本不相信 也不當一回事 沒有想到五天過後 紅塵金枝竟然無緣無故消失了 家人和村民四處的尋找 包含附近好幾個村落都找遍了 卻一無所獲 我去看 一般我去家說 我現在沒人知道 早上四點八天 還沒人知道 七點八天還沒人知道 我就去看 políticos 進口幼國 我找好的江哥 後來 Amer 早來 濟熱 Cambo 是半天一起喝 梓翩 她聖喜 門華 第二 工作人員 他功夫 他就沒事 因為不熟悉 也不用 人家入水 那一天都不吃 小狗放著要看 因為他小狗跟他女生 感情很濃縮 他們都很老人 他發生一個孤單的老人 他早上都會去看 到有買不到那個人 他早上放著 說電話更更 人已經不賣了 有,那開始又通閉 他們那個時事 說快來找人 他在找也是不可以找 他在找找到一天不找 對啊,大家去免得 洪老太太的家人和村民 找了十多天還是找不到人 最後只好請求神明保佑 洪老太太可以早點平安回家 2009年10月23號 終於有了線索 有人夢見了紅塵禁止 我跟他去都怕魚孫、鞭孫 讓他去找回 那些都找回 他說大拐拐 拐拐 出去找到大尾 說拐四的寸拐 然後放棄 我們那個流 我們那個人就要去 我們要去 我們要去不去 我們要去 他說有皮膩 有現金 我們隔壁穿一個人 讓他看 他說有一個生物 他說有一個比較特別就對了 說這個拐拐拐 我們再一來 再來再去拐拐 就點去找到了 拐拐 拐拐 我跟他說人比較激烈 他說這個拐拐拐拐拐拐拐 拐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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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拐 2009年10月24號 洪晨靜的家人跟村民 依照夢境的描述 果真找到了人 不過人已經枉生了 這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老太太沉濕的地點 之前明明已經找過了好幾次 但為什麼就是沒有人發現呢 他不能吹 我們台南兄弟都沒有吹 他說他都在頭上 都沒有人聽 我們都沒有在這角 那就是嗎 譬如說不能吹 如果不能吹 如果不能吹 你看我們這個男朋友 像我外國 你就不知道他怎麼會去 你如果稍微像他 他就... 他在夢境的操作暗 在那裡不想吹 那個夢境也非常疼 吹得很疼 但是嘛 都完全都沒有合格 到最後吹得那天 怎麼合格到了 就在人家的夢境 就沒有空 他好像有說過 他說 是他說要去他們 革命人做會 這樣就開始有命了 他如果開始去革命人做會 這個啦 有啦 這個會不會 有人的圓 因為他在那裡 其實他 四時在那四股六甲 在那 四股六甲 但是為什麼大家去找不到 因為那就是什麼 他那個... 那個時間 他沒有要現出看 所以他就是什麼 你去... 你去到那裡 好像有看那個無聲工 把你找到的 你看不到 紅老太太 難道真的在睡夢當中 去過地府 在生死部 看見自己 大陷將至嗎 有人說 也許就是因為這樣子 再加上紅老太太 太過於思念自己 已經過世的丈夫 才會選擇 在丈夫的墓地 穿戴整旗 等待死亡 個人的修行 做好做壞 個人單 他這個穿戴整旗 等待死亡 就是說因為他知道 自己本身的這一個 陽壽將近 然後穿戴很整齊 很從容的面對往生 這個是老天爺給他的福報 但是不一定能夠 這樣子就能夠見到他老公 俗話說天機不可洩漏 宗教人士又該如何解釋 紅老太太不但在地獄裡頭 翻了生死部 而且還把自己的死期 告訴親友 那些人偶爾死那個 要不死去有地府 回來轉達 那不要緊 我聽到很多的那個高僧 甚至跟他的徒弟講說 這一個他什麼時候要過世 什麼時候要緣起 這個是堂堂聽得到 所以很多的修行得到高僧 往往都能夠預製自己 受終的時間 不過精神科醫師則認為 老太太在失蹤期間 可能沒有吃東西 也沒有水喝 心裡想著兒女們已經長大了 這輩子責任已了 在心裡影響生理的狀況之下 慢慢失去了求生的意志 而紅老太太究竟有沒有 在地府走一回呢 依舊是個夢 我們帶您回到那一年的過年 下著小雨特別的冷 尤其在苗栗頭粉 有一位拾荒的民眾 他竟然撿到了一個旅行袋 這裡面裝了什麼值錢東西嗎 一打開真的嚇死人啊 裡面竟然是只剩下驅幹的遺體 到底是誰何其殘忍 我們先從死者的身分開始追 才好破案 不過仔細一看 在他的腹部 有一道剖腹的痕跡 我們可以確定這是一名女性 不過其實僅有的線索 要確定死者身分 玩如大海撈針 當時當整個案情陷入膠著 承辦的警方 做了一個很離奇的夢 有一名穿著和服的女生 手不斷的往上比 他在透露什麼消息呢 非常寒冷 下著小雨 有點陰冷的風天氣 連續好幾天都 照往常那個袋子應該是會丟到 其實紙車下面 因為剛好過年前 家家戶戶都在大掃除 這一年過年 下著雨特別的冷 兩名死亡男子 在苗栗頭份的垃圾紙車旁 撿拾到了一個外觀很新的旅行袋 發現裡面有滿重的東西 所以他們想說是裡面有什麼值錢的東西 所以才去把它拿下來 然後合力把它搬下來 有一個黑色的塑膠袋包著 包著一個屍體 那隱隱約約的外露出來 用手電筒罩 才發現說裡面是一個屍體 他有用手去摸 摸到血 因為不會發瘦 所以很好奇把他打開看 結果發現的是你 異君如先是你 兩個還坐在那個... 那個... 那個紅端人行道那邊 發抖 整個臉色都常白這樣 人民時光民眾意外的 揭開了粉絲案的序幕 這下得趕緊調查死者身分 用一個黑色的這個塑膠袋包裹著 外面有一個行李 新的行李袋 手啊 用指紋可以比對身分 臉啊 頭還在啊 臉型也可以指認身分 但是當監視人員到達現場之後 把整個垃圾袋打開 把屍體整個拿開之後 只有一個驅干 整個外勤隊幾乎都停止休假 就在這個案子上面 所以想辦法就是要找到 這個被害人 他的身分是誰 當時正值過年 這下偵察隊的刑警 年不用過了 全部停休 他們更得加緊腳步 但離奇的事接連發生 沒想到在案發之後 兩位募集者 竟然相繼李氏 這讓遠景心裡 不禁覺得毛毛的 取了胃內的一體做檢驗 結果發現說裡面有一個 躁鬱症的用藥 全國有用這個藥物的 大概有七九百多名 這個用藥的患者 那我們也針對他的年紀 性別來做一個過濾 胃裡殘留的藥並不常見 但從這裡頭找 還是宛如大海撈針 就在案情陷入膠著的時刻 一名女子出現在了 刑事組長的夢裡 手不斷向上比 這會是什麼關鍵線索嗎 案子發生前後一個禮拜 前面一個禮拜 總共有十七 十七個人買相同的旅行帶 誰買的 什麼時間去買的 買了哪些東西 買的人身分是什麼 去做清查 當時夢裡的線索 警方直覺的往北追查 果真在桃園地區的某大商場 發現了可疑的中年男子 那個男子是在 2月5號的凌晨一點多 在桃園的這個某大賣場 去買了這個袋子 行李袋 他購買同樣的旅行帶 又購買了黑色的垃圾袋 購買了清潔劑 購買了美工刀 購買了手套 這五樣東西 對我們專業小組來講 是很有用的卸走板倉 這有為這個一般的邏輯 就是我們正常人 不會去生意去買這些物品 大半夜的買這些東西要幹嘛 但避免打草驚蛇 警方暗中追查這名男子群分 急轉直下 所有的力量都往這個人是誰 在做偵查 對刀具的部分認知比較深 或者是對人體的結構 可能有一些了解 他可能是廚師 或者是屠夫 或者是醫生等等 從直面去研判可能的凶手是誰 找屠夫 找賣豬肉的豬肉攤 找外科醫師 然後明察 暗訪他們的另一半還在不在 但就在案發來到第十九天 身分還沒查到 警方決定透過媒體幫忙找人 身高約一百七十公分左右 那鑽著藍徽鄉間的運動服 追往這個打賣場 一公布之後 三通指認電話接連打來 全都指向了這位 家住在桃園的王姓男子 被人發現時 他在路邊發呆 當時桃園分局中路派所尋找 跟員警到達現場之後 這王姓嫌疑人 馬上就承認說 這案子是他做的 死者是他的妻子 解法的妻子 凶嫌的坦誠不會 讓警方徹徹底底的鬆了口氣 王姓凶嫌當年三十九歲 家裡當時還有兩個上國中的孩子 但案發之後 被送回爺爺家住 那一段時間原本 然後在一個點上面爆發 做了反擊 那大家留上課 是一個好爸爸 看到我們都打砸或人很好 幾乎是以夫代妻子 這時則就是失業 那也有沉迷在這個 這個電腦網路 那可能也沒有在工作 那整個家庭的經濟開銷支出 就是由這位王姓凡嫌就是他先生 在最開銷 鄰居朋友都說他是好人的王先生 怎麼會再一氣間成了殺氣凶手呢 他說他妻子有嚴重的躁鬱症 更時常對他動手動腳 是有看到類似抓痕啊 或是兼類物品搓的那個舊傷啊 那是不是因為家暴造成我不知道 但是他身上確實是有那種 舊的傷發在扭錯了 大太太也聽說 因為不工作的關係 而且明天上網了 所以跟他發生什麼爭執 眼看就要過年了 但家裡的氣氛卻一點都不歡樂 94年2月10號下午 他太太起了口角衝突 那他也坦誠說他 口角衝突之後 打了他太太一巴掌 他太太就氣了跑到廚房 拿了一把水果刀 衝出來刺向他 那他馬上就是很自然地奪下這個水果刀 失去理智的情況下 把他老婆上吃了 他幾乎等於是失去理智了 整個人腦筋空了 在半吃二十幾個小時 一時的衝動 竟然釀下了人間悲劇 那因為那個是壓力一直累積在身上 沒有辦法宣洩 小孩還小 沒有人照顧 那他父親年邁 那又沒有經濟來源 小孩子要人照顧 那後來他考慮了很久 才想到說 在分屍之後 就丟棄屍體來掩滅他的罪行 他有一點點天真的想法 反正滅屍可能就沒有人知道 於是他決定神不知鬼不覺地 開著車沿路南下奮脾氣勢 他沒有選定說一定要丟到哪裡 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也沒有預設說要用埋的 用丟棄在海裡面或是什麼 沒有 那無目的地的開 因為高中路開他開著 就到新竹交流道 他就下了交流道 他也跟著所有的那個歐巴桑一樣 丟到那個垃圾車 垃圾車就捲進那個 看著垃圾車捲進垃圾那個什麼 桶子裡面 他才走的 等到天暗了 太陽下山了 他繞了兩個街口 轉了兩個街角之後 就發現歧視的那個垃圾紙車 他也不管當時垃圾一滿 所以他就想說 對 這邊應該是可以丟 所以他就把那個剩下的那一袋 驅幹就往那邊丟了 但也許是冥冥之中 其中的一袋竟就這麼巧地被人發現 而案發現場就是家裡的客廳和浴室 都被檢驗出來的確有血跡反應 雖然經過大量清水的侵襲 但是還是有留下急增 那個血液的反應 我們到後面還是有 有踩到血液的反應 經過比對之後 還是跟識者是吻合的 不要那麼衝動就好了 1740年 對不起 他是想說還有小兒子 想說利用多一點時間 跟小兒子相處嗎 他這20天是在很煎熬 幾乎沒什麼睡覺 很煎熬的那種情況下 就過了一步 是啊 李志憲斷裂的後果 最無辜的孩子沒有母親 這下父親也不在 我們還動員了獵犬 然後因為就是因為過年期間 垃圾量大增 所以那幾天是累積 你想累積20天 那個垃圾量大概是上百噸的 我們要在上百噸的垃圾堆裡面 去尋找一包屍塊喝起來了 所以到後來很遺憾就是說 沒有給識者一個完吃 就是很遺憾這樣 沙溪分屍案一起家庭悲劇 經過了一年審理 法官認為王姓嫌犯長期 受到妻子家暴精神浩弱 加上鄰居也出面幫忙指證 因此判處他十二年有期徒刑 我們的鄰居主動挑出來說 要為他作證說 他是一個很好的人 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種 殺人不眨眼那種 那種殺人犯 因為他平常其實在社區的互動方面 為人主持他們 他確實是 是個好人 在今天我們台灣大事的節目 帶您看到了這樣子難以解釋的故事 據說有些高僧他們早就知道 自己壽終正寢的時候 所以他們會特別告訴徒弟即將圓集 這一切的一切聽起來 或許是不可思議 不過當然生死有命 玄奇故事 我們還是平常心看淡 台灣大事 不討厭不知 我是張雨昕 每週日晚間九點 我們準時相會 台灣大事 不討厭不知 各位好 我是俊向 我是雨昕 台灣大事 長期以來為大家搜羅全台灣的重案 還有那些難以理解 不可思議的奇人騎士 邀請你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給我們最大的支持跟鼓勵 你在加入會員之後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專屬的徽章 就可以跟著我們來看全台灣 更多非常離奇的社會案件囉 台灣大事 您的家庭是由我們 正是值得鼓勵跟支持 啊 不討厭不知 趕快動手 加入我們的會員吧